我们再来看看是国内 现在夏天可以说是补习班 他们要招生的旺季 但是因为补习班最近受到少子化的影响 每一个补习班似乎都希望能够招到更多的学生 也因此竞争相当激烈 彼此放黑寒的大有人在 那么今天我们就看到在补习街 就办起了快闪活动 希望以活动能够吸引年轻人目光 当然为的是帮补习班来招揽生意 100多名身穿黑衣的学生 手拿黄色气球 聚集在广场前排成阵子 释放气球之后立刻快闪 就很特别的经验 对 跟大家一起参与这个活动放气球 吸引大家的目光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学生直说快闪活动很有趣 原来补习班名师疑似招人登报 质疑学历造假 补习班号召学生以快闪活动帮老师澄清 学生踊跃参与 老师看了感动也感叹 在我所待过的城市里面 我想全台湾大概中部的补习环境 是比较遏止一点的 一年前的暑假台中也发生 补习班为了抢学生 戳破对方宣传车轮胎 还让对方招生主任家中泼漆 丢汽油弹攻击 今年夏天战火再起 市府教育局接获一堆检局 补习班广告诈漆 老师学历不实 一查都是竞争对手的补教业者做的 教育局强调会清查 不让补教纠纷重演 记者林鸿吉拉伦众家会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